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诗歌呢 它一集嘛 所以呢 那每一部分呢 长短不一的 长的呢 我就单独朗读给大家 那么短的呢 我就把它合到一起 那下面前面呢 第六 一到六章呢 第一到第六部分已经读完了 那现在呢 我要给大家朗读第六部分 那么第六部分呢 是祷告以呼求 好不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哈 祷告以呼求 主啊 我向你伟大的天神呼求 我的软弱需要你 那是你的力量 我的无知需要你 那是你的教育 我的无能需要你 那是你的大能 我的贪婪需要你 那是你的监督 我的堕落需要你 那是你的惩罚 我的罪恶需要你 那是你的审判 我的挫折需要你 那是你的搀扶 我的失败需要你 那是你的安慰 当我走投无路 有你陪伴 当我举目无亲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朋友会离开我 因为我穷 亲人会离开我 因为我是他们的负担 社会会抛弃我 因为我会犯罪 唯独你 主 始终陪伴我 疼爱我 引领我 我的成功需要你 我的成就需要你 我的荣誉需要你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 谦虚谨慎 不骄不诈 做一个卑微的人 谦卑的人 做一个醒悟的人 上面就是宋主师哥的第六部分 祷告与呼求 希望你喜欢 转发点赞 好不好 OK